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普遍认为评估完成以后美国的政策会有所调整 那种和中国大范围的脱钩暂时不会搞了 但关键是那种局部脱钩 特别是技术领域的脱钩会怎么样 要知道 技术脱钩可是当前中美关系里面最实质性的 我们感受最直接的一个问题 最近一些做企业的朋友老问我 有的同学在后台也问 说我们企业产品用到美国技术 去年特朗普搞技术脱钩的时候 我们就被卡脖子了 所以抓紧时间囤了一批芯片 但这个也不是办法 因为囤芯片这种做法 让国际市场上芯片的价格一路走高 企业的成本明显上去了 所以很纠结今年还要不要继续囤 你看这就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 我们现在最关注的 是一种短趋势 就是拜登政府评估完成以后 中美技术脱钩下一步会怎么样 而且我还要告诉你 不光是我们在关注 欧盟 日本 韩国也都在等待结果 那今天我们就通过智库报告 来挖掘一下这个短趋势 好 先看第一个问题 美国国内对技术脱钩如何评估 这个问题是个基础性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想啊 特朗普一系列禁令出来以后 我们压力大 美国的代价也不小 那从美国人的角度来说 自损多少 杀敌多少 现在就需要算一下账了 下一步是坚持做下去还是有所调整 相当程度上就取决于评估的结果 那拜登政府的评估到底会是什么结论呢 现在谁也不好说 不过从一些重要机构的报告里面 我们可以判断出一个大致轮廓 我们来看第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严格来说不能算是智库报告 它是美国全国商会中国中心今年2月份出台的 报告的题目是理解中美脱钩 宏观趋势以工业影响 这篇报告篇幅很长 有80多页 除了一些宏观问题的梳理以外 报告对航空工业 半导体工业 化学工业和生物医药业 这四大领域进行了专门分析 做得相当扎实 那从中美技术脱钩的角度来说 这四大领域里面最风口浪尖的就是半导体工业了 特朗普政府推动中美脱钩力度最大的也是这一块 我们着重看一下这一部分内容 报告先说了美国在半导体工业方面的担心和中国的所谓威胁 但结论是技术脱钩解决不了问题 为什么 报告指出中国是全球半导体销售最大的单一市场 有多大呢 2019年购买了705亿美元的美国半导体 约占美国公司全球销售额的36.6% 报告又说半导体行业的研发投资率 大概是销售额的30% 所以很自然的你就可以推算了 美国半导体技术研发费用当中有相当一部分钱是来自中国业 8% 而全面脱钩的情况下将下降18% 那这样一来呢会产生很大的连锁反应 美国半导体企业的研发支出将下降5%到24%不等 这个对美国技术创新能力就是一个相当大的打击了 而且报告说这还只是静态计算 换句话说呢 就是假设市场保持原样会损失这些 但半导体市场实际上是在不断扩大的 报告预计 2027年会达到7300亿美元 比2018年呢增长50%多 那按这种动态计算的话 美方的损失还要再加上机会成本 这就更多了 那除了计算这些直接损失以外呢 美国商会啊 这篇报告还指出了很重要的一条 那就是中美技术脱钩 最终会导致一个分裂的全球半导体生态系统 那这就不是一个研发投入变少的问题了 而是整个大环境变了 报告就强调 美国二战以后啊 全球技术的领导地位和这样一个生态系统 是牢牢绑在一起的 一旦这个大环境不存在了 中国的技术升级当然会变慢 但是美国在新技术发展方面的这个龙头地位 也会受到重创 绝对是大家都倒霉 所以呢报告的最终结论啊 当然是反对中美技术脱钩 你注意啊 这篇报告代表美国商界的主流意见 拜登政府呢必须重视 那看完美国商会的报告 我们再简单的看两份智库报告 一份呢是美国信息技术 以创新基金会啊 ITIF去年年底出的拜登的技术 以创新政策日程20多页啊 也是向政府喊话的 这家智库我们以前介绍过 它属于呢 技术型智库 是美国技术和公共政策研究方面的权威啊 在美国和世界上都属于领军机构 这份报告的特别之处在于呢 它是这家智库的创始人兼总裁阿德廷森 亲自牵头撰写的 你也由此可见他的分量 这份报告呢 对特朗普搞的中美技术脱钩啊 也表示不赞成 不过呢 他没有直接批评 只是说啊 开放的技术贸易 刺激了美国的生产力和创新 所以呢 美国必须捍卫开放和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 那和中国的技术贸易问题呢 应该是在WTO的框架下来解决 你注意啊 这个观点看上去很温和 实际上批评力度非常猛 为什么呢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特朗普政府2020年发出的一系列禁令啊 放到WTO框架下 基本上都站不住脚 所以呢 他主张在WTO框架下解决问题 实际上就否定了特朗普政府的技术脱钩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份报告 由中国战略集团出台的 题目是 不对称竞争 针对中国与技术的战略 30多页 前段时间呢 中文媒体上传得非常热闹 他的牵头人很有名 是谷歌的前CEO 现在美国国会 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 Eric Schmidt 那和前两篇的报告相比呢 这篇报告对中国的态度要强硬得多 他从美国的领导机制 人才战略 情报战略 供应链 这些方面提出了一个和中国技术竞争的框架 由于时间关系呢 这些都不讲了 直接告诉你相关的结论 那就是 这篇报告也认为 特朗普的技术脱钩啊 对美国来说呢 B大于利会危及美国技术创新的领导者地位 好 看到这里呢 其实对第一个问题啊 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基本轮廓了 那就是现在美国国内对特朗普的那种打击面很宽啊 又比较极端的技术脱钩啊 总体上不认可 不认可的理由是 它不光损害美国当前的利益 还会影响美国长远的技术领先地位 那这种总体态度啊 非常重要 它决定了拜登政府下一步啊 在技术脱钩政策上必须有所调整 那具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呢 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啊 拜登政府会怎么调整中美技术脱钩 那关于这个问题呢 其实从去年年底开始啊 有很多智库报告都涉及到了 把这些报告都看完啊 再加上美国新政府一些大员 包括拜登本人各种场合的表态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至少可以理出三个判断 哪三个呢 第一 加强和盟友协调 第二 调低技术脱钩的地位 第三 加强技术脱钩的精准化 我们来看第一条 加强与盟友协调 这条呢 我们在前一期讲座啊 专门画了大篇幅 说过了 这里就不说了 只补充一个情况 特朗普政府啊 去年说 在芯片供应上涉及美国技术的都要管制 都不许卖给华为和其他的中国企业 如果要卖 必须得到美国政府的特别批准 结果呢 具体执行的时候 特朗普搞了个灵活处理 那就是美国政府啊 这个特别批准 只发给高通这些美国公司 其他国家的公司一律不给 所以呢就造成了一个很可笑的局面啊 美国说大家都不许卖给中国 结果呢他自己卖 该赚的钱还是要赚 盟友的意见太大了 现在呢有消息说啊 拜登下一步会放弃这种做法 这也算是加强与盟友的协调 好 我们再来看第二条 调低技术脱钩的地位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都知道啊 无论是拜登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 与中国展开技术竞争 这一点是绝对不会变的 但是呢思路不一样 在特朗普的竞争战略里面啊 技术脱钩基本处于首要地位 为什么呢 因为特朗普的思路 我们可以概括为聚焦对手 就是集中精力打击中国 把中国打下去 美国自然就赢了 但是呢我们在很多 美国大智库的报告中发现 现在占上风呢 是另外一种竞争思路 姑且呢把它叫做 关注自身 什么意思 就是说打败中国 未必就意味着美国胜利啊 历史上把对手干掉以后 自己也垮了的例子 太多了 所以关键是 美国自己快速发展 发展才是硬道理 你不要小看 这两个思路的区别很大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这个关注自身的思路 我这里呢 有一篇美国战略 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CSIS的报告 三十多页 题目是增强美国的创新优势 CSIS这家智库呢 我们很熟悉了 不用介绍 只补充一个情况 他和拜登班底啊 关系密切 现任美国国务卿 安东尼·布林肯 就曾经当过这家智库的研究员 而且呢 这个智库正在深度参与 拜登政府的一些项目 这篇大报告去年年底 拜登当选以后就发表了 重点就是 美国在技术上必须自强 他怎么说的呢 报告先说 粗看起来 美国科技投入还是非常可观的 2018年 美国研发总支出 达到了5810亿美元 比2000年的时候呢 增加了60% 稳居世界第一 特别是在基础研究方面 美国的投入绝对第一 2018年呢 他的基础研究投入 占到他国内生产总值的0.5% 而同年 中国在这方面的投入是多少呢 只占GDP的0.1% 所以啊 美国的优势还很明显 但是 报告说 如果你把指标变一下 不是从研发投入的总量 而是从研发强度来看 结果就不一样了 我这里插一句 什么是研发强度啊 就是研发总投入 占你这个国家GDP的比例 这个指标比研发投入总额呢 更能反映一个国家 对技术研发的重视程度 报告就发现在过去20多年时间里面 美国的研发强度啊 几乎就没有什么增加 而其他一些国家 特别是中国 在这方面增长很快 报告里面呢 有一张图表 我把它放PPT上了啊 你可以看一下 同样是在过去20年里 中国总体研发投入 从占GDP的0.9%增加到了2.2% 这完全是跨越式的 那这样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 那就是美国在全球研发开支中 所占的份额呢 从2000年的37%下降到了2017年的25% 报告说啊 如果这个趋势不改变 那么10年之内 中国的研发总投入将超过美国 那美国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报告认为啊 不是别的问题 就是美国政府投入不足 他说啊 美国二战以后 在技术领域的绝对优势 根植于创新三角 就是政府 学界和企业 这三方形成的互动架构 那其中呢 政府角色尤其关键 因为它提供的主要是两块 一是基础研究 基础教育 二是高风险 高成本的试验型项目 这两块 企业和大学单独都没法做 也不会去做 但是从60年代开始 美国总研发投入当中啊 政府投入的比例一直在下降 你可以看一下这张图表啊 非常明显 政府投入呢 从高峰时期占总研发投入的三分之二 降到现在呢 连三分之一都不到 现在美国企业研发的投入是在增加 但是被政府投入的减少 抵消了 所以呢 报告的逻辑啊 也很清楚 要想赢得中美竞争 美国关键是要自强 而要自强 关键是联邦政府要加大投入 那他有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数字呢 有的啊 报告建议在未来五到十年当中 将联邦研发资金呢 恢复到二战后的一个平均比例 就是占GDP的百分之一 你要知道现在只占GDP的百分之零点六 那这样一来呢 美国每年在研发上的投入将增加多少 增加一千亿美元 这个力度确实很大 当然了 报告说的自强肯定不只是砸钱 里面还涉及到人才战略 企业政策等等等等 时间关系啊 这些就不详细介绍了 有兴趣你可以看一下这篇报告 链接呢 我放在文稿末尾了 我这里要告诉你的是 认为自强是美国技术竞争第一要务的 不光光是这篇报告 这个观点现在在美国已经成为主流了 从拜登先前的各种讲话来看 他的想法也是类似的 所以我们说要看到中美技术竞争上 美国的重点正在切换啊 自我发展开始排到第一位了 技术脱钩呢 开始退居第二位 但是技术脱钩退居二位 绝对不是说不搞了 而是呢要调整 那怎么调整呢 从各家智库的报告来看 他们的意见啊 基本类似 那就是从特朗普时期那种宽泛的 一刀切的技术脱钩呢 转向更加精准的脱钩 讲到这里呢 我介绍一份报告啊 由美国加州大学 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 和美国亚洲协会 两家智库联合完成 题目是应对中国挑战 美国科技竞争新战略 要注意啊 这篇报告有很深的官方背景 实际上呢 是美国国会共和民主两党授权的课题 是篇命题作文 而且呢 报告的撰写人里面 有多名前政府高官 包括克林顿时期的助理国务卿 谢舒丽 苏珍·瑟克 他在民主党内是非常有影响的 这个报告在讲到技术脱钩问题时 就提出了一条重要的指导原则 叫做小院高墙 什么意思 他说啊 特朗普那种大范围搞技术脱钩啊 弊端太多了 美国呢 应该把管控的技术和产品范围 大大缩小 要盯住呢 对未来发展 对国家安全真正关键的技术 这个就是小院 然后呢 把政府的行政力量和执法力量呢 投入到这些少数技术的严格管控上 这样呢 效率就高多了 而且啊 因为涉及的技术范围很小 所以呢 也容易和盟友沟通啊 可以通过美国的联盟体系呢 形成全球性的技术防护屏障 而不是美国一家力量在那里单打独斗 这个就是高墙 按报告的说法 这种小院高墙式的技术脱钩啊 能够最大限度的保证美国的利益 不光能够呢 更有效的保护美国短期的利益和安全 而且还能最大限度的保持全球技术创新体系的开放性 保证美国长远的技术优势 你看啊 他这个思路非常清楚 我这里补一句 这个原则啊 对理解下一步美国的技术脱钩政策非常关键 可以这么说 在整个问题上 如果你只想记住一个词 那就是这四个字 小院高墙 意思全在里面了 不过呢 听到这里 你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问题 美国这种所谓更加精确的技术脱钩 到底会指向哪些技术呢 套用小院高墙这个词的话 那他小院里到底有些什么 这个问题就很实际了 做技术企业的同学会更加关心 我这里呢 有一份新美国安全中心 SINAS 今年一月份出的报告 篇幅也很大 有三十多页 题目呢 叫做掌舵 应对中国挑战的国家技术战略 和前面那篇的标题啊 你会觉得有点大同小异啊 新美国安全中心这个智库啊 我以前介绍过 是美国民主党的地盘 到目前为止啊 这个智库里面 至少有两个人已经进入了拜登政府 成为了高层官员 一个呢 是他的创始人 Curl Campbell 一个呢 是智库的执行副总裁 兼研究部主任 Elli Ratner 所以你看啊 这家智库和拜登政府的关系 确实很深 值得关注 这篇报告呢 当然也把自强啊 放在第一位 什么增加投资啊 人才战略啊 企业政策啊 和盟友合作啊 等等等等 实际和前面我们介绍的那两篇报告啊 差不多 但是呢 这篇报告在如何实施小院高强势的技术脱钩方面 讲的比较细 其中啊 他有一个观点很有意思 他说 美国在技术竞争当中 没有必要在所有的技术领域处于领先 因为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资源 所以美国在技术领域必须有一个优先顺序 那他优先顺序的这个清单是怎么列的呢 他列了四大类 第一大类是引领前沿科技 底下呢 又分两小类 一类是核心技术 就是可以支持经济和军事优势的基础性技术 包括什么呢 包括微电子和人工智能 另一类呢 他叫做颠覆性技术 就是这个方面的突破 可能改变整个游戏规则的技术 报告举的例子是量子计算 报告说 这种引领前沿技术啊 是美国最优先的发展对象 这类领域啊 美国必须全力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 换句话说 美国会不惜一切代价 力争第一 那第二类是什么呢 报告称之为世界级别 什么意思啊 就是在这个领域 美国要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 注意啊 多了个之一 换言之保级就可以 这大类是些什么技术呢 报告认为 包括电信技术 生物技术 那第三类呢 第三类叫快速追随 意思是啊 在这类技术领域 美国必须拥有强大的能力 但是可以允许自己呢 在一开始不处于最先进的行列 保持跟进就可以 如果一旦有需要或者出现突破的话 美国就可以集中力量迅速追上 第四类技术名字比较怪 叫做超视距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这些技术还在地平线以外 你还不知道它们会导致什么样的可能性 具体指的就是基础研究 需要美国长期保持高强度的投入 这四大类别呢 是美国技术发展的优先顺序 但同时啊 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和中国保持所谓技术脱钩的优先顺序 比如说在第一类的引领前沿的技术领域 那美国是不惜一切代价要成为第一的 所以必须和中国呢 严格脱钩 包括相关的知识 信息 硬软件产品和人才 那到第二类第三类和中国技术脱钩的强度呢 就可能逐步递减 说到这里呢 美国那种小院高强式的脱钩已经比较清楚了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技术产品 特别是芯片的全球供应链问题 要知道2019到2020年啊 中美技术脱钩的重要标志之一 就是美国政府呢 对半导体芯片啊 实行了一刀切的出口管制 所以呢 什么样的技术产品可以卖给我们 什么样的技术产品不可以卖给我们 这是美国小院高强的那种脱钩政策 要回答的最具体的问题 对此呢 报告说的很直接 他说啊 出口管制的真正对象是技术 不是产品 具体到与半导体芯片相关的出口控制 美国真正的目标是要防止中国尖端的啊 半导体设计和制造的本土化 所以最关键的技术出口控制啊 应该是制造芯片的设备和技术 而不是那些芯片本身 简单的说 芯片可以卖 光刻机不能卖 我这里呢 补充一句 现在一些美国大智库啊 都持相似的观点 包括我们一开始介绍的啊 美国商会那篇报告啊 也是这么认为的 好 说到这里呢 美国下一步技术脱钩调整的短趋势 就比较清楚了 那就是总体收窄 不过我相信你还有一个疑问 那就是技术脱钩这种总体上收窄的短趋势 会不会延长成为一种长趋势呢 中美在技术领域会慢慢回到以前那种状态 还是说这仅仅是个暂时的回摆 未来呢还会往更大的脱钩方向去 说实话 现在各大智库的报告啊 还没有谈及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如果从中美关系跳出来 到一个更高的视角 也许能够看清楚这种长趋势 好 看一下本期讲座的最后一个问题 去全球化与中美技术脱钩 欧洲以全球经济治理实验室呢 最近出了一份报告 题目是中美脱钩形势下的去全球化 这篇报告啊 没有就中美而讲中美 而是呢 从全球化进程这样一个更宏观的角度 来观察中美脱钩问题 这个和其他报告不大一样 确实有启发 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们就简单了解一下这份报告的几个要点 报告先说啊 全球化是一种来回摆动的进程 全球化也好 去全球化也好 都不是新概念 是历史上早就存在的宏观趋势 那全球化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开始了 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呢 出现了明显的回摆 一战到二战之间去全球化趋势变得非常突出 那我们现在经历的全球化进程啊 实际上是从二战以后开始的 因为建立了WTO这样的国际机制啊 再加上技术发展 所以呢 在贸易金融价值链融合等各项指标上 都推进的比较猛 紧接着报告提出了第二个问题 那现在的去全球化趋势怎么回事呢 按报告的说法 这就是一次正常的回摆 原来那种推动力慢慢耗尽 开始回摆了 而且报告指出啊 不是说中美贸易摩擦 中美技术脱钩这些事情 导致了去全球化 去全球化早好几年就发生了 什么时候发生 2008年金融危机 报告说 实际上2008年以后 世界贸易的增长率 价值链融合程度啊 这些指标都是在下降的 你看一下PPT的这几张表格啊 下降趋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报告说 去全球化呢 早于中美脱钩 是一种更大的宏观趋势 那中美脱钩呢 也不是去全球化的原因 而是在这个宏观趋势当中 出现的一个因素 反过来又加速了去全球化 报告认为啊 这种大的宏观趋势 一旦开始 短期内就不大可能逆转 说到这里呢 报告的意思就比较清楚了 那就是在去全球化的宏观趋势之下 对中美脱钩 特别是技术脱钩的调整和修复 实际上是一件逆水行舟的事情 很难啊 实际上这份报告呢 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指出啊 中美在技术领域的关系 不可能回到从前 所谓脱钩的幅度呢 可能就是一种窄幅震荡 好 中美技术脱钩的问题呢 到这里就全部讲完了 最后呢 我想和你分享一下 我准备这次讲座啊 看这么多报告以后的一种感觉 那就是特朗普时期 美国和中国呢 技术竞争的方式啊 更像一种混战和缠斗 但是我现在感到 美国呢 开始更多的 眺望远处的地平线了 换句话说 他要推行一种自强战略 要瞄着更高的目标走 前面说的那份SINUS的报告啊 开头是这样一句话 没有行动的远见是白日梦 没有远见的行动是噩梦 实际上是提醒美国啊 要把行动和远见时时刻刻结合起来 那这句话对我们是否适用呢 当然也适用了 俗话说 对手是最好的磨刀石啊 中美之间的这场竞争呢 将会把我们也拉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好 这期全球智库报告解读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